上海自從疫情爆發後 已經將近一個月的封城 許多藝人也紛紛捐贈物資 像是陳曉及陳妍希一起捐贈了防疫包 隔離防護用具等等 要給一線的防疫人員使用 武器龍河流失失也透過社會救助基金會 捐贈物資給上海 23號又有網友曝光 收到李榮浩和楊成林一起捐贈的物資 照片中可以看到有 白米、麵包、雞蛋、麵條、沙拉油和蔥泡麥片 牛奶等等相當豐富 網友也大讚 這對夫妻真的是太善良 默默發揮愛心 而微博還出現一條熱搜寫著 上海人都愛楊成林的原因 原來是網友把楊成林做成梗圖 內容寫著求擴散 轉發這個楊成林 保佑小區鄰居沒有羊 各種楊成林的照片也被網友瘋狂轉發 藉此希望疫情能早日趨緩 引起網上熱烈討論 隔溫 灰燈 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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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